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李晏书 李晏书 李晏书呢 不知道 还没回来 他去哪儿了 打电话 他关机 两个人搞什么 我还没回来 李晏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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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在哪里 也是迷失着自己 爱过了你 也不知该去哪里 只剩下我的不安 你和这心在泛滥 我还是爱着你 可是不由自己 你应该随时间流逝 可我的情意抹不去 我还一样想你 你还记得我跟你说过 我们的另一段关系 就从这儿开始 我们第一次接吻 就是在这个地方 所以我希望 我们的另一段关系 也是从这儿开始 顾承泽 你愿意娶我吗 记得 很可惜 这段关系还没开始就要结束了 谁说结束 我不同意他不能结束 你别忘了是你向我求回 现在还没结束呢 是要对我使乱中气是吗 对不起 对不起 我们就在这儿分手吧 我能理解你的心情 但是我们的关系 你一去分手就可以结束了 墨莲 你墨尽伤害了我墨尽 还得我和我墨尽失待的二十多年 你一去分手 就会弥补对我的伤害了 我现在就要惩罚 我惩罚你一辈子都要跟我在一起 不许离开了 你有一年 事情再改变 回忆不变的就是不想念 期待那一天 不迟到那一天 有没有机会再说天 别忘了 失败着你 可是不用刺激 你应该随时间流失 可我的记忆模糊止 我还要删除你 别哭了 要对我有信心 对我们的感情有信心 难道分手比我们在一起还容易吗 我现在还等我 Oh baby 我爱你了 以后再要不要跟我说 什么你从来没有喜欢过我 没有爱过我这些话 虽然我知道听起来是个 彻头色違的谎话 但这样听起来还是非常心痛 你看清楚我这张脸 未来的每一天 你看到我这张脸都会想到很痛苦的过去 你不会开心的 你是自责 你是自己没办法原谅自己 没错 我不能原谅我自己 如果不是我找到了阿姨 如果我不知道你之前都经历了什么 我可能还不会原谅我自己 但是我明明就知道这一切 我还怎么样心安理得 我能理解你现在的心情 你不理解 一个人是没有办法理解另外一个人的 就算我没有办法对阿姨的痛苦感同身受 我爱你十分 我就对你有百分的愧疚 我宁愿你恨我怨我 我也不想你这么轻易地就接受我 原谅我 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 我承讨你爱我 以为用你的余生来爱我 我以为用你来爱我 我以为你心里的愧疚 我以为我让你更多 我以为是iii 你ję package 给我旋悉 他说京主 不愧做确定 我给你时间 让你笑话这件事情 只要不分手 做什么东西 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没事 谢谢韩叔 你等等 我想跟你谈谈